各位啊,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进掌 那我们在上一期是打投了岛金家 基本上把他们整个家族都给收进来了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岛金家的人通通放在北线 我们这一期的话就准备要对大友方面动手了 那我计划先是把他北线这几个城给打下来 这样子就可以防止这个大内家去偷逃 如果你把大友家逼到只剩下 逼到这里的话那就麻烦了 这个大内家偷逃 这个大友家人就吃不到了 是吧,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北面给打下来 然后再去把他最后的府内关给拔掉 我的计划是从南面 南面我们放了一些比较猛的将领 让他们从南面去先去阳攻这个县城 然后大友方面应该就会调兵南下 南下之后我们再从这边 整个北九州开始把这三座城给打下来 这三座城的话稍微有一点点难搞 主要是这两座城的 这座城主要是古出山城 古出山城这边有个爱口 这个爱口容易被吃掉 这个北九州的地形其实还是稍微有点复杂的 这个吃地盘的话 如果到时候我们都去围城的话 这个口子被吃掉的话 这边就断粮了 非常讨厌 这三座城肯定是要一起给他拿下来的 不然的话他们就互为犄角就挺难搞的 然后目前我们整个势力情况的话是实力相当雄厚啊 可以看到是仅次于这个北条金川家之后啊 这个兵力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说自己属性太强了吗 所以我稍微稍微改了一下我们的属性啊 把我自己的这个属性给改下去了 我们现在已经28岁了 把这个属性稍微往下掐了一点啊 这个绿 这个蓝色的是因为有这个家宝的加持啊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 我们自己也可以出去打了 不然这个满属性的话 太逆天了实在是 我们就直接开动啊 我们先从南面啊 先把这个部队给汇集过去啊 挑两个集合点啊 一个是这个什么 东于俊臣 然后内臣之力 再派一部队 上一期 那个视频评论区里有观众说 城下设施也可以委托啊 我后来找到了 是在这里啊 确实是可以委托啊 那这个游戏 这个可以委托的内容真的是非常多啊 这个玩家基本上只要操心怎么打撞就行了 让他都到这边去集合 四个部队到这里集合 然后出水 出水城的话 让他到炎尾城这里集合好了 然后龙造四龙城到这里 两个方向去夹击这个县城啊 整个南九州都动员起来了 开始进行火攻啊 该烧了烧该该咋样咋样 都开始进攻起来 还是现在钱多的是啊 我们 我们自己去打哪一路呢 我们 看一下啊 我们自己等会还是北上吧 整个南面都交给 我们这边还挖出了银矿啊 人 人集城还挖出了银矿啊 等这边部队到位 我们就可以向前进攻了 又发现温泉了 火攻成功了 对 炎尾城 烧掉了他们一点点人 这个影响还是相当有限啊 然后为了配合我们在北方的攻势 我们在对马岛上的部队 也可以走起来了 把它通通先拉到这个亿万里城啊 大家先走起来 这边的部队也可以通通拉过去 这是什么 平护城这个 平护城怎么人都没完 我顺势都没见 非常的贫穷 那就不动他了 我们这里的话 四个部队已经到了 总计两万人 那我们就全选 开始向大友家圈战 向他境内挺进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友方面啊 确实是调了非常多的部队南下 可以啊 现在一切都在照着我们的计划走 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出阵啊 这边也是四肢部队齐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他分兵 也去打这个县城好了 总计五万人去攻打这座城市啊 怎么只有两个人去了 两个人去没事啊 那我们应该是战场宽度到头了 再派两支去这个岗城好了 哇 这样子港 这个岗城会变成主战场 这么快就有人拖过来了 好 这边已经开始进入强攻状态了 这个进展非常的快啊 那我们北面的话 部队好像暂时没有权掉走啊 这边的话马上也要凑齐这部队了 那我们这边也出动好了 哦这个AI自己出动了 哇这真的是 乱成一锅咒啊 这边我们也出动啊 两万三千人开始向 丽花山城挺进啊 丽花山城有点硬 但是必须要把他吃下来 哇这边大友直接弃手了嘛 这边我们注意一下部队啊 尽量让他能手动撤走的就撤走 如果后面被歼灭的话 那就对我们也是比较不利的 这边的斜石的部队就比较有限啊 这边我们在达基 在在这个夹 夹基这个大友异症啊 他他自己在这里啊 随时关注一下啊 我们自己应该也要出动了 让大家先到这个九流米城 稍微会合一下 岛晶一九真的是一个猛将啊 他属性非常牛逼啊 我们自己也出动了 这边还能进行破坏啊 让过到纸帽去破坏一波 还能挖角 挖角挖过来武将 我觉得也就一般啊 远国登庸 远国登庸价格稍微贵一点 我们有个深水长治 是有一个人脉属性的 这里的话好像冰凉不太够了呀 这个人是不是会雷切啊 这是大友家的一个猛将啊 我们要多注意一下 我们要多注意一下 哎 管不了下面了 只能让他们自己撤了 这里的话估计有点困难 我们现在要把重心转到北九州地区的战场啊 这边对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点 我们这边四万人也已经是集结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向这个古初山城进攻啊 这边可以分一只 因为我们太强了 可以让岛晶一红啊 去看能不能从这里去分工一波这个炎乌城啊 感觉南九州的战事要结束快了 这边的话 啊 就剩一个 岛晶一九 岛晶一九 岛晶贵九了 他应该撑不了多久 这支部队实力比较差 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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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南面的阳攻计划是已经完成了 让南九州稍微休养深息一下 我们的重点还是在北面啊 伸水长只也不行 地道战 花这么多钱 钱有点多 批准吧 这边可以守操会战了 我看看有没有 没有威风 没有威风就不操了吧 这败倍才会有威风入 我们是 以强打弱 那没有必要 这炎无尘地道攻势 一下子就没了 我们跟着 岛金红直接北上好了 这边也不行了 差多少 看来不行 撤了撤了撤了 不要灭眼前 抢墙 聚焦北部啊 这边又可以会战了 我看一下啊 应该也是没有的 没有的 算了 就直接硬吃好了 打下炎无尘 国境纷争 随便派个人去刷攻击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古畜山城 沦陷也是迟早的事啊 我们自己的话 去把丽花山城给搞下来吧 这边的话 几支部队 凉也不够了 损伤惨重啊 可以说是了 可以说是了 好 早早に戻るぞ 城越都 引き返します 城を奪ってみせます 栗花山神 我们好像是之前 煽动了他的一魁啊 所以现在是一个造反状态啊 这个人来偷家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很讨厌的位置啊 就这个点 如果被拔掉的话 我们正在进攻 这个古畜山城的部队 就会缺粮啊 所以我们要派一支部队 到后面去 稍微做一下防御啊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爱口啊 这个栗花山城的话 他这个城非常的厚啊 很讨厌啊 打半天打不下来 打一阵被我们打爆掉了 好那这样子 我们按照计划是拿下了 北九州比较重要的三座城池啊 这个我们就 不把他招来进来了 反正最后全都会被我们吃下来 好 栗花山城吃下 这一波打的 对面也是元旗大桑啊 这个AI他自己出兵了 我们就暂时不管他了 看看我们这边还多少粮 还50多天粮 那可以继续北上 我们把这个门司城也给吃下来吧 郭导之帽这边也是成功了 看来我们自己的兵也都走完了 让他去手动打一下呢 对面已经非常虚弱了 或许可以把他一口气给搞下来了 二十几天粮够用吗 这个女子跟毛利开始打这个大内了 我们看来要做一波外交啊 看一下到底是青山毛利还是青山女子啊 还是两家一起打 然后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形势啊 没量了没量了要撤了 不行了不行了 看来打不下来 让郭导之帽再冲一波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能偷个大内的头啊 六千人竟然没把他给拿下 行吧 稍微喘口气啊 让难免 好像也差不多啊 直接出动吧 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 已经一年过去了 我这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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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如果你的相似是悲壞了, 把命令我使用 我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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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苏神社可以被重建起来了 那很好 我们直接重建阿苏神社 这样子可以增加这个必灾概率 拿下门司城 倒戈士官 谁倒戈过来了 神代胜利 这个奖还不错 起码都是60分及格分以上的时候 这样一打的话 打那家彻底残了 整个西国的布局有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先不管 我们先想办法把大友给吞掉 这边一万多人部队又集结好了 我们再次去攻打这个县城 核心区的人力好像也回的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把大友的兵再掉出来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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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看就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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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啊 继续出兵 我们到底是去讨好哪一家呢 我们要不讨好 先讨好个女子家 这个女子家跟毛利家是同门吗 这么疯狂的打大内 大内快没了都 哎呀 这个如果只有一家的话那还好 毛利跟我们是有一个存疑的 那我们要不先跟女子家 跟女子家搞个关系吧 先亲善一下 起码要拉拢一方门友才行啊 好 我们拿下了九州中部的重要剧场 好 我们拿下了九州中部的重要剧场 好 好 那我们拿下了九州中部的重要剧场 这一点港城啊 我们离大友家的 离大友一阵的居城 府内馆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府内馆又出了八千多人 但他现在无法出阵啊 是个拿下他的好时机 我们本人也出击吧 让这里加上 两个小小就 我们接下来 前面 我们无法当心 我们会用到一家 我们要去 我们要来吃 我们要是有少量的 先制造它 我们要吃 我们要注意 要把 我们要切割 哇下雨了 应该不会影响到我们一点 问题不大 有这个吐杀灾害 赶紧去解决掉他 这个战争期间 这个钱是疯狂的累计 还能去挖路 去挖脚 我们开始朝着大游家的老家前进了 先去把这个城给吃了吧 现在又把这个县城给压制住 让这边部队全回去吧 没凉了 大内要没了 大内家应该是被尼子给打没了 我们看看跟尼子方面 亲善到多少了 才只有十啊 这个速度非常慢啊 没错 好 这边来投降了 他要一个城主我才不给呢 这个我们现在是什么水准吗 看这种要自己上门的才好嘛 这边稍微出门帮一下我们自己 这个好像要给我们自己去拿下他有点困难 从后面再掉一点兵出来 这个的话120天100天 还能支援一下 竟然有战死 没注意 哇这个大友家是放弃府内馆了 全都北上了 南面的这个旧储城都要没了 北面看来扛不住了 拿下这个城 好了大友家马上就要没了 就剩两座城了 非常快 准备还能发展名胜 还能升级下这个 还有导哥是关的 刚才那个还要我们开条件的就没了 就直接自己过来了 好准备给大友方面最后一击啊 又有很多大友家出逃的人才啊 全都拉拢进来啊 好那准备向着最后的目标府内馆前进啊 这是我们大友家最后一座城了 好吗 啊 好吗 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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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是 戰鬥 大家 心構成 那是少少 可以手操一场会战 无威风算了 没了没了没了 大爷家没了 一口气拿下 OK府内馆呈现 大有家没了 我们统一了九州啊 全部灯涌进来 没有任何的问题 谈事件了 我们成岛主了 我们肯定是要进一步夺取天下的 要把整个禁忌地区通通都给占领才行 我们看一下大内加在哪 大内加大内加已经没了 哇这个毛利要来了呀 毛利非常的猛嘛 这边外交化直接可以让他们从属了 直接让他从属过来 打完大有之后我们是声望备长啊 一口气从属了整个半个四国 没了再远的话好像就成熟不到了 好啊 我们这个势离一下子是跨出九州地区了 行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啊 我们要把这个 先要把我们自己老家给搬一下家是吧 这个熊本城 应该 应该还是在势离范围内的吧 我看一下啊 我们自己还在出阵当中呢 那等我们回来之后才行 哦哟打了整整两年啊这个 哦 是那个 我们我们可以逃老婆了吗 难道 我开了那个公主武将模式啊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的根据地的话如果转到府内管的话就没有办法控制南九州 在这里的话我们去向北继续向西国推进的话也是没有办法获得更多利益的 哇这个熊本真的是控制整个九州的核心地区啊 我们下一步就可能可能要考虑去那个建立军团了 看看能不能进行远交进攻啊 我们能不能跟志田家还不行 现在将军家还在 能不能讨老婆然后看看 谁家有老婆啊 讨老婆回来啊 全部失礼 啊 好像连阿世都没出来嘛 时间应该还早 啊 啊 那我们接下来又会是一段比较长的种田时间啊 把这个大友家灭了之后 要种种田 然后看看是应该是跟女子结个门 我们一起去夹击毛利或者是我们自己 自己就集合九州之兵出击啊 四国 现在半个四国岛是都那儿都进到我们麾下了 只要这个时间够他们应该也会直接被我们给吞命掉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开始种田啊 再见 欢迎 буде